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24分 昨天是五一劳动节 我们放假一天 美国欧洲没有放假 大陆五一假期一个礼拜 大陆固定在5月1号跟10月1号 都有一个礼拜的长假 所以今天大陆股市休息 香港没有休 今天香港股市大涨400多点 香港大涨了415点 台北股市今天跌了174点 开低收盘杀低 预期中的 在礼拜二放假前夕 记不记得 礼拜二最后收盘 直接灌下来收盘跌98点 我礼拜二节目就跟大家讲过嘛 七天涨了1268点 也不少了 加上成交量3350几亿 加权指数在2万点之上 如果没有4000亿的量 代表市场不敢追了 多头要攻你要有足够的动能 当高档量缩 当高档量缩 行情随时会掉下来 347加跌 6成股票涨 就对了 是不是 今天OTC OTC涨了0.67% OTC 7成的股票涨 3成的股票跌 所以指数跌不见得 各股都会跌 那各股有跌 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跌不是坏事啊 趁跌的时候 赶快买就对了啊 是不是 指数没有那么重要 在520前 你赶快做就对 你看今天跌174点 我们股票几乎都涨的啊 今天财 财到KY 涨了6块钱 至薪今天收最高 大涨10块钱 那大盘跌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昨天今天也创新高 200起来4块 还是去 上行工业间大涨 创新高89.6 常任航今天也大涨 大陆在一个礼拜的旅游 跟旅游有关的 五福旅行社今天涨停啊 华航今天涨啊 所以指数你不要 不要过度的依赖啊 不要过度的受影响 重点都在个股 大方向没有变 指数起起落落正常的 个股才是你输赢的关键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好习惯 在520前 你全力做多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礼拜三 美国波动好大 对不对 昨天美国 曾经一度大涨 道尾盘又掉了下来 道琼一度涨了500多点 因为昨天联总会利率会议 开完了 联总会主席说 美国的通膨 比预期中来的艰辛 要控制到2%目标 没那么容易 所以美国要降息 可能没那么快 可是 不会再升息了 原本大家担心 如果通膨降不下来 搞不好要升息 所以联总会主席说 不会再升息了 昨天盘中一度涨500多点 最后是掉下来的 售盘涨87点 重点在于沸腾半导体 昨天跌了3.5% 两天跌了5%多 沸腾半导体 两天落5%多 两天跌了5%多 为什么 因为AI的股票 昨天发布财报 AMD 美超围 财报数据都还不错 可是 比市场预期的心理 没有那么好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真正跌在跌什么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真正在跌 第一个 苹果的供应链 Skyworks 苹果 功率放大器 主要供应商 财报发布大跌15.28% 那昨天脸书 微软 亚马逊都涨了 昨天跌对重在这里 安谋跌了5.8% AMD财报发布 没有预期中来的强 跌了8.9% 美超围大跌14% 影响到博通 NVIDIA 昨天跌了3.8% 麦威尔 恩智浦 美光 都跌 这个对台北股市间 跟电子股 AI概念股 影响比较多 市场资金 流向传统产业 尤其跟旅游有关的 尤其跟财报有关的 所以你不用怕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在520前 你全力充斥就对 我先跟大家谈一下大盘的部分 这次加权指数 这是最新的 这波跌1600点8天 谈上来1200点又是8天 我们来看 至最新的周期短线 你看从最高点 20883 12345678 对不对 8天 紧接着 12345678 跌8天 涨8天 涨8天时间到又开始修正 所以指数接下来 会震荡走低 8天涨跌的循环 可是没关系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在520前 小英总统不会放手 指数会在区间震荡 个股会一直轮动 随时都会有接棒的股票出来 所以今天跌174点 涨的加速比跌加速多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虽然指数走8天的循环 今天是第二天 未来一个礼拜 指数还会震荡走低 有跌 高涨股票就不要碰了 高涨股票跌不能买 底部的股票 有蹲下来 趁机赶快买就对 不然来让链链带着你做 全力通知520 我们搜低部的股票来买 不要去堆管 我的操作固定账模式 一直印证给大家看 已经印证了很久了 好几年了 结果如何你们自己知道 对不对 包含今天也是一样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资讯费不是重点 你的输赢才是最大的东西 能够让你赚钱 一天一个便当钱 绝对划算 绝对划算 你看上上礼拜 以色列攻伊朗的时候 大跌一千点 专期你们也走得要死 对不对 只有我在讲而已啊 都在拌虚的啦 不要有影响 赶快买就对 危机入市才会有超额利润嘛 你看当时买的股票 材料KY730 720买的 今天创新高了 今天材料KY834 不用全买五张就好 买个五张360万里面有啊 360万才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五张就52万了 你如果资金有购买的10张 104万啊 104万啊 所以股票市场看你会怎么做 不怎么做而已 硕天 今天 上礼拜一秤跌的时候 225买 今天溯天创新高 我们今天溯天也卖掉了 今天溯天270买 最高274 上礼拜一 225买 今天270卖出 1张4万5 10张45万 买个10张才220万而已啊 225万你们都有啊 1个多礼拜的时间 1个多礼拜时间赚45万 5好谈吗 3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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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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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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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做不敢做而已嘛 当跌的时候你敢不敢下去买 股价在底部的时候你敢不敢买 你有那个信心吗 信心的来源 是对于分析的认同嘛 对于公司营运未来的认同嘛 同时股价在低档你就敢买嘛 因为风险小嘛 所以档档股票都是在低档买的 你们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的啊 对你们都知道的啊 对台光店 上礼拜一秤跌的时候360块钱买 你们也都知道啊 时间周期都事先算给你看了 当天收盘还在350 我们买360的 今天434 434块啊 今天大盘一路跌 台光店财报发布完今天一路充 你买个十张 74万啊 买个十张360万你都有啊 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 2000万3000万 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 1000万2000万 360万你们都有啊 敢不敢跟 敢不敢压 林大院节目里面股票都是open讲的 都公开 视线跟你预告 不是事后马后炮 行情讲的头前 让你知道 时间搞 价钱搞 买进还让你知道 卖出还提醒你 我已经做的人质意境了 全市场没有一个分析师像我这样做 我就要让你感受我们操作的模式 可不可以让会员赚大钱 我们会员操作的过程 让你感受到 对比一下你个人的操作 有没有比我们好 对不对 如果我们操作不错 一天一个便当 你那些人带你走啊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啊 股票市场钱是赚不完的 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你看智欣 270买 今天298创新高 10张就28万啊 对不对 台大店295买 我今天 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320卖出 10张又25万 这一向走不一向走而已 你看光阳科 今天创新高89.6 10张又15万啊 买个10张74万你们都有啊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74万 担15万 20%啊 一个多礼拜就20%了 间谍你敢不敢买 间谍你敢不敢买 微记录是操有操合的利润啊 我们今天买了不少股票 你看今天买 星光金 一开盘 8块半买 今天星光金 一开盘8块半 就是给你去的啊 你敢买不敢买 8块半的股票你敢买吗 大盘一路跌 你有点收官 8.66 2% 也不错啊 是不是 今天早盘一开盘 趁跌的时候 台达店305买进 礼拜一的时候 320卖出 卖完之后还有 326 所以320绝对卖得到啊 我有些会员都卖在325的 那今天台达店 一开盘之后 305买进 305买进 今天最低就是305 收盘309.5 还贪4块半 上礼拜五 礼拜二 礼拜一 350卖出 这样油股 395到320 一张两万五 十张二十五万 有没有带金带出 今天开盘下去 305买进 所以看有看不而已 行情就是看得懂 看不懂而已 会不会做而已 间尾创 100亿买进 一开盘就叫我买进了 间尾创 100亿买进 台达店305买 尾创100亿买进 收盘100亿市 当天就四口金了 当天就四口金了 看你一向走 不一向走而已 今天溯天 269卖出 刚刚给大家看过 台光店400市卖 办做差价 没来 没来就没来嘛 反正贪得多啊 对不对 赚那么多了 只是要做差价而已 间另外 旺旺保 一开盘很快就涨停板了 旺旺保一开盘就涨停板了 台报发布期间 完全看个股 盘的 不要买味了 找半千的 还是底部的路面 这样就对了 你看 论泰权 今天论泰权也大涨了 今天论泰权也大涨了 论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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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块钱买进 60块钱买进 今天论泰权也大了 礼拜二说半还60.2 那论泰权为什么今天会大涨 南山忍受在昨天发布 第一季的获利 115亿 年增45%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等你们都知道就不是新闻了 大家都知道你有什么特殊 所以你要领先市场 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你优先去发掘到 那今天论泰权论泰权 两家公司都涨停 对 论泰权 涨停板 论泰权大涨 因为已经有人知道那一幕 在财报没发布前 开始买了 领的厌比市场更早知道 所以我们上星期 就给我们60块钱买 所以股票市场比的是资讯战 你能不能比别人领先掌握资讯 能够掌握到 你就赢人家了嘛 对不对 你等到消息才发布 看到报纸你才知道 那都太万了 那个都没先机了 你看今天中国50正二 赛阳工业都大戏啊 都大涨啊 赛阳工业 四月国内机车销售 两万四千多台 占国内汽车机车销售 市占率40% 有个继续第一名 你们知道吗 你们应该也不知道啊 因为你们不会像我去搜集这么细的东西 所以今天涨本来就合理了 对不对 北比才十倍而已啊 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领先市场知道 那你不知道没关系啊 一天一个便当资料我来收集 我收集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赚 分工合作嘛 对不对 而且只会让你买底部 不要让你追高 你看党党都有底部的股票 长龙航 说得这么清楚 美国航空股已经飙60%了 长龙航还没有动 就等套牢区化解 会不会像台积电一样 喷出去 公元料开始在冲啊 今天新高37块倍啊 37块倍又如何 北比才9倍而已嘛 对不对 很多电子股北比30倍40倍了 100倍都有人在买 更何况这种 9倍北比 人家连外资都进来买了 大陆旅游旺季 五一的长假 旅游 航空 运输 都受贿嘛 是不是 人家都是有原因的啦 包含单股周周发 三到五天短线操作 你可以利用一笔 准备一小笔钱 跟着五天的交易 增加操作的灵活度 让报酬率更提升 你看上星期中时化 7% 也没败啊对 有机会我就会带你做 党党都有底部的股票 对 至新 260买的 今天298 对 这次压回200去又买 一个多礼拜时间 10张又28万 类比IC最赚钱的公司 5个月没有动 风险小嘛 一站涨起来 利润空间就拉出来了嘛 在开始戒的时候 我也有跟你们讲啊 很多人跟了之后 赚到钱了 相信了 几次之后就来参加会员了 我不怕你跟啊 我就要让你感受 我的分析方式 我的操作逻辑 这样操作逻辑 会不会让会员 连续赚大钱 累积获利 你们看久 你们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台大电 380跌到274 谁敢买这种现行 这种刷型赚到买 专期店就赚到买而已 其他所有老师都只在追高而已 敢买底部的 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任何一只股票 不管它涨多少 最厉害的人 就是买最低点的 最厉害的人 就是买底部的 不是吗 你最高 有什么意义 但还是可以赚钱 问题最厉害 是买底部的嘛 你知道它是低点 你敢买 你风险最小 你会赚最多 因为你敢爆嘛 你破会掉嘛 你看台大电 35没掉 你又下跌了 280买 350买 卖完之后又下来 下来又提醒你回来起张点了 你讲到最小吗 没有人分析像我讲这么清楚的 都是最好的公司 买完之后是不是上来了 礼拜一礼拜二 320卖出 今天305又捡回来 张插座没很灵活 这样做灵活不 你看最强的电力系统 硕天 216 217 一路买起来 325卖出 第一趟 第一趟 10张赚34万 拉回来 225再买 今天270卖出 第二趟又45万 两趟赚了快80万 有根的实随滋味 赚钱的滋味真美 220万 一个月能够赚到80万 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这是对的方法而已啊 最赚钱的公司 当它在底部的时候 我带你们下去投资 行情走出来 一档一档30% 50% 都可以赚得到 对 你要勇于买底部 不要涨高才在追 会买底部30% 50% 随便你赚 对美食 350跌到200 不是我的母位啊 两段你们都知道 很多人跟得很开心 38% 技嘉 350跌到220 先敢买 全市场感觉我在买而已啊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有些人有跟 有些人不敢跟 不敢跟 看得流口水 敢跟的 赚得很开心 对不对 财报陆续发布 会越来越快 找赚大钱底部的 技嘉爱注意啊 技嘉爱注意啊 今天技嘉288 爱注意啊 台光店也事先告诉你们啊 1月3月营收历史新高 550跌到350 时间都算给你们看 为什么我敢买底部 因为基本面当靠山 时间终于辽准 时间到拆下去 没几天就背起来了 对 没几天就上来了 今天已经300 今天已经400 334啊 已经434了 很多人有跟了我知道了 因为我事先就预告了嘛 对不对 最好的公司事先就预告了嘛 昨天发布财报 第一季5.7 5.7 年增三倍啊 年增三倍啊 台积电增加个20% 30%了不起了 台光店增加三倍啊 外资已经喊到605 我早就知道他第一季财报多少 营收发布完我一算我就知道了 今年一股至少25块钱起跳 我预估啦 那股价跌那么多 还不赶快买吗 所以掌握事前领先别人的讯息 是很重要的 你等到事后发布就不会有啊 材料KY 时间算给你们看 两日内 两日内 你敢买吗 730买 买完之后也告诉你 今天材料KY多少 834了 一张10万 老师好贵的股票哦 买一张可不可以 买一张赚10万啊 73万 一星赚10万 有好不 不错了啦 跟林海彦做 才有这样的机会啦 你跟别人做 不可能啦 这种股票没有人敢买啦 赛阳工业 全市场我在买而已啊 77 76 75 74 是不是穿出去了 怕你八十九块钱了啦 又如何 本比十倍而已啊 又没多少 点注过本比30倍 40倍 50倍 100倍都有啊 那本比才十倍而已 九个月大底出来了 怕什么 这里再买你会怕 底部就跟着买 你就不怕了嘛 对不对 这么大的底部 这么大的底部 但夹部的 穿出去你探就钱了 探20%啊 你就不怕嘛 你就破掉了嘛 后面怎么穿 穿越高 你探越多嘛 那你如果低不敢买 等到涨高之后 才在追 你就追着一颗星七上八下嘛 不是吗 星光金八块半 八块二八块三 全市中也是我在买的啊 我买完之后三重底 外资也进来了 我买完之后 外资也在买啊 五天买一二万中 净值 十五五块半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 为啥不敢买 现阶段外资也都在打安全牌啊 我们跟着一起打就对啦 对吧 伪创 一直提醒你 时间差不多啊 有来六块金Q 六大外资已经喊到180了 给你苦劳 百个甘虚 没有林的燕 牵你的手 你敢吗 全力充斥520 全力充斥520 我们找table的股票 甚至于把资金集中在 少数一两档股票也不错嘛 融赚单股二 全力锁定 目标先看30% 我估计不止 这只股票后面空间很大 单股我们锁定 至少30%以上的利润 我们才会推出 去年获利创新高 今年第一季成长一倍 白米才九倍而已 六个月 这一步已经出了 最后开始慢慢的起床 你不要等它冲出去 你才想买就没效了 这两天如果还有蹲下来 有兴趣的 我们全力锁定 把你有限资源 集中在少数一档一两档 甚至于一档 融赚单股二 融赚单股 全力锁定一档股票 资金集中操作 让效果报酬拉到最高 所以融赚单股的精神 想要操作这档股票的 想要操作这档股票的 我们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批股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教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